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真实现状 我们收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的声音 通过他们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境遇 为大家展示一个不同于新闻联播的中国现状 感谢您的观看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但凡有面试的也只是有上文没有下文 和老婆商量后决定 与其为了找工作焦虑 不如索性选择躺平一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我不像其他朋友 在上海有房贷 我们既没有房贷也没有孩子 与其让自己陷入焦虑 还不如休息一整年 钱是挣不完的 曾经我们也是为了买房省吃俭用 还好现在还有一些积蓄 在大环境不好的今天可以坦然的面对 上面是有一个朋友真实的做法 在就业环境异常困难的今年 有多少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呢 但是高额的房贷和家庭的开支 让他们不得不继续焦虑的前行 最近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4月份16到24岁青年 失业率为20.4% 朴素点讲就是低学历的青年 就业更加困难了 这个年龄段一般学历比较低 就业门槛相对不高 选择的就是制造业 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等等服务行业 也反映了这个行业的不景气 前段时间爆出的小米武汉公司 裁掉9成35成以上的员工 虽然小米辟谣了 但也不会是空穴来东达 58同城又爆出了 裁员比例高达30%到50% 后面肯定还会陆续的 有大厂爆出裁员的消息 另外还有一个 1000多万的应届毕业生即将毕业 今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朋友们且心且珍惜吧 今天我一个基本不联系的前同事 突然就找到我 问我工作净况怎么样 工资怎么样 我呢 从我前单位离职是大概三四月份 那个时候呢 我跟单位是协商离职的 然后还拿到了五万块钱的经济赔偿 后来呢 我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找工作嘛 然后找到我现在这份工作 工资呢 比原来那个工作工资要高一些的 我这个同事 他就很羡慕我 就说我很幸运 因为我前单位现在裁员的政策是 连基本的赔偿金都没有 因为他们的正常工资都已经好几个月 就是拖着没有发了 然后现在呢 他迷茫的一点就是 就算他不要赔偿金 自己主动离职了 现在找工作也不好找 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 很多应届毕业生啊 高学历的这个毕业生啊 都跟他一起抢饭碗 所以他就很迷茫 我那时候找工作还集中在上半年啊 还好找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很感慨 为什么说这个失业都是集中爆发在这个2023年 集中爆发在今年呢 而不是在过去三年 其实呢 我想了一下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预期发生了这个变化呀 过去三年 我们总认为经济不好 是因为我们不能出门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呢 那个时候还对着未来抱有美好的期许啊 做着这种大干一场的准备 可是放开之后呢 这个结果并没有预期好转 反而呢 是掉头向下 那大家的期许就随之发生了改变了 那随之来的就是各种生意啊 投资呢 就纷纷熄火了 真实的情况是 过去的三年 只是延缓危机的爆发而已的 这三年不少的企业在想着 哎 我只要能熬过去 以为这个放开之后 熬到头了啊 就能大干一场 结果发现放开之后 真的就是彻底死心 彻底凉凉了 就很多都纷纷关门 一刻钟都坚持不了 坚持不下去 你们身边是不是 很多都是这样的吧 我身边很多也做生意的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呢 这个经济不好 疫情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如果没有疫情 经济不好 也许是提前爆发 也说不定 今年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落实 因为你辞职很容易 你想找个工作 就是很难的 现在很多 就我们接触的候选人 不少人都已经离职三四个月 甚至半年了 都还没找到工作 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告诉大家不用落实呢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经历的一个事情 我们安全有一个群 那个群里面的话 现在就说大概是五六百号人 里面有HR 也有一些求职者 然后 今天的话 大家就看到一个HR 在群里发了一个招职信息 是招那个游戏测试 大概的一个性子 只能比较7000到9000 但是以前 航空比较好的时候 游戏测试的性子是10到11天 相当于性子 降了将近三分之一 而且要求还特别高 就有求职者在下面就问 他说现在就真的这么卷吗 那HR毫不犹豫的回答了 也是 因为我们都是招过这种测试法 也都明白之前房型比较好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要求 你一定要有这个行业的经验的 只要你的技术是同样的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游戏测试的经验 他就要招游戏测试 我们其实给他推一些软件测试 他的只要技术用的都是相关的 也是可以免过的 但新年的话 人家就是要游戏测试的 这个行业的经验 同时薪资还降了那么多 然后 这个招职来一下 就在给那个求职说 如果你们现在 能在你们公司还能带他下去 你们尽量就不要跳槽 因为职位少 找雇用的人多 你想想你的求职压力会有多大 就是 现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并且它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市场 就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 大厂在收编保实力 小厂就直接倒闭了 中型的那种公司是最难熬的 就在煎熬着 大家都在求生存 都在 看看能不能 就是让公司活下去 而你在选择在这个时间去离职 工作确实是 不是特别好找的 咱们不是翻版交流 你像现在很多大厂的 裁员 现在出来了很多脾气批发的人 这种脾气批发的人 说实话 现在也挺难找工作的 他们的薪资 之前在大厂的薪资很高了 你现在就是去一个中型的公司 人家根本开不了你那么高的工资 人家接触你也是很有负担的 所以基本上 找工作的话 现在从大厂出来的人去跳的中型公司 大多数都是降薪的 60万降到50万 40万 现在能达到30万 都算这也高的了 你更别说 我从大厂出来 我去一个小公司 我去一个小型公司去找工作 总能找到吧 其实并不一定 小型公司 人家根本就负担不起你的薪资 这现在就是一个现实 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而且现在基本上你跳槽的话 要么平息要么降薪 很少就是说 有一些职位能让你涨心的 当然涨心的职位也有 你比如说一些硬件的职位 他也能涨心 因为今年硬件的职位 确实现在还是有硬的一个涨幅的 但是硬件的人特别的难找 你比如现在 比较火的一些AIE方向的一些职位 他也是能涨心的 他的涨幅度还挺高 但是AIE这一块做的人 他确实比较少呀 包括算法这一块的薪资 他也能涨 算法这一块的 做的比较好的人员 也是比较少的 你就像现在 做的比较多的 你像互联网的开发 然后互联网的测试 基本上 包括一些加工的一些职位 基本上都是涨心的 他的薪资是 不如往年的 肯定是不如往年的 但你们也不要去就业这个问题 就今年的话 咱们能有工作 咱们就先坐着 尽量不要去调槽 如果没有工作 咱们就慢慢找 也不要焦虑 因为确实是没办法 今年的航空 确实是 差到了一定的一个地步 互联网这一块 今年这个寒冬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 反正目前 我们来做下来的情况来看 不是那么乐观 互联网的一些 比较基础的一个岗位 开发测试 架构 包括运营 这方向的人 现在出来的太多了 岗位确实是没有 因为我的奉献人 也不停在问我 有没有岗位能出来 我也是实话给他们说 确实没有职位 你只能等 你只能等这个职位出来了 而且他的薪资 还不一定能给到你的期望 薪资的赏 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能持平 或者是能持平 有一个职位 都已经是很好的 今天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工作 你还能坚持的话 不是那么厌烦 实在是做不下去的话 一定要再坚持坚持 那房间再稳定稳定 咱们再跳槽 要不然的话 这个找工作的周期 真的是特别的长的 很多很多人 真的是离职了半年 还没找到工作的 大有人在 咱们就先问问吧 好吧 就给大家更新到这边 拜拜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城区小妞 上海是2021年 入职的这家外界 在入职之前 我查看了历年的财报 都很漂亮 一年比一年好 而且也没有财源的先例 本来想在这里 干到结婚生娃的 但是谁能想到 2023年 全国内外各大互联网公司 开始了大面积的财源 不管你是研究生 还是留学背景 还是大领导 都一国短的 谁能不能幸免 这就不是你 我能预测到的 或者是控制得了的 就像2018年年底 你能预测到疫情吗 而且还是一连三年的 有人说你找工作这么难呢 其实IT这个行业 和其他行业不一样 在咱国内 某一个大的互联网公司 带头在业内 形成了一个 补成文的规定 35岁是一个坎儿 尤其是今年 随着各大互联网公司 大批的财源 很多人呢 就涌入了市场 你知道吗 之前我有一个 HR的同事和我说 他们公司招一个渣瓦 把那个需求放出来 过了20多分钟 一共几百个人 投地简历 这是什么概念 开始卷起来了 一开始是卷能力 然后呢 卷背景 卷学历 最后甚至到了性别 还有很多宝子说 你就应该考过公务员 其实我不知道 你对考公务员 有什么误解 其实考公务员 也很难的 也很卷的 而且还要天时 地利人和 不是你努力了 成绩考第一 你就能上岸的 咱不排除很多人 很幸运 第一次考就上岸了 也有很多人 考了很多年 费了好大劲 也上不了岸的 或者是费了好多 时间精力和 好大的劲上岸了 然后呢 工作呢 适应不了 然后辞职的 也有很多 其实我这次 是在外企被财 如果是在私企被财 又有很多宝子说 当时你如果去外企 会好很多 仅仅是外企 过期现在也很卷的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 都是跌跌撞撞的 会遇到很多问题 也有很多纠结的时候 但是呢 都是要面对 自己实际问题的 所以都不能保证 我走的哪一步 就是正确的 对不对 或者是错误的 这个根本就是 没办法定义的 都是在挫折中 跌跌跌跌荡荡的成长 细贫贫 人生哪有什么 对错之分 加油吧少年 最后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本频道